记者陈卫慈新北报道 罹患癌症的赖庆 男子想帮有人讨回投资诊所的钱 次度到诊所恐吓负责人 甄性医师 我是癌末病人 人生是黑白的 不一定见到明天的太阳 否则就让你先走 你想要过彩色的人生 还是跟我一样 随时看不到明天的太阳等雨 甚至闯入医院 诊疗是恐吓 新北地检署经医恐吓 取材未遂罪将他起诉 起诉指出 去年三月间 49岁的赖男道永和一家诊宿 替高兴女友人追讨 投资诊所的上百万元 他向诊所负责人 甄性医师 动称 我是癌末病人 人生是黑白的 不一定见得到明天的太阳 不要违背我的意思 否则就让你先走 赖男另传 赖基打电话给曾男 你要随同我没有明天也没有关系 不要跟我啰嗦一大堆的 再给我恩一次 看看我会打爆你 甚至到诊间呛声 我的几百万呢 那是我要用来癌症治疗的 你穿鞋的 不要跟我们赤脚的玩 但曾男巨父提告 听讯时 赖男公称 真的厉害 他世界高兴女友人名义投资 而投资的钱是他要拿来看病的钱 否认犯刑 但检方认为曾男不认识赖男 不知对方是否厉害 又有讯息内容未证 因此将他起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